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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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就直接用皮尺来测量一下自己家的宝宝的脚的长度 然后根据这长度直接来决定我们起帧起多少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今天呢 我们就还是用这个绿颜色的线 来教大家勾一下这个鞋底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还是勾16针 起16针 长度大概就是在12到13厘米这样一个长度 之前给姐妹们说过了 这个长度呢 和我们个人的手法呢 有很大的关系的 好 我们先用这个线呢 给它挽一个线圈 好 然后呢 把钩织穿过去 我们开始起针了 我们起针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钩织里面最常用的辫子针 我们用钩织把线勾住 从这个线圈里面掏过来 这样呢 就起好一针了 一针辫子针了 然后呢 勾住 掏过来两针 接下来勾住 掏过来三针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起针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钩织里面最常用的那个辫子针的一个勾法 我们就用这个勾法呢 起好我们所需要的16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来起一下这个针数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是要一边勾呢 一边来数这个针数 一定要确定这个针数是16针才可以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上面 每一个辫子针就是完整的一针 就是完整的一针 每一个小辫子就是完整的一针 勾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起好16针 好 那么我们勾好我们所需要的16针的这个长度了 那么勾好这个长度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第一圈了 大家看一下 第一圈的勾法呢 比较简单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样鞋上面 这儿呢 是脚掌 然后在下面呢 是脚后跟这个地方 我们脚掌和脚后跟的勾法呢 它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我们起好的这点帧数 16针呢 给它分一下 也就是说脚后跟呢 比脚掌这一部分呢 要多上两针才可以 然后呢 脚后跟呢 我们给它占9针 脚掌呢 占7针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脚后跟呢 就比脚掌这一部分呢 多上两针 如果你起18针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让这个 脚后跟这个地方呢 占10针 然后呢 脚掌这一部分呢 给它占8针 总之呢 我们就按这个比例分配这个脚后跟和这个脚掌这部分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说来具体勾一下脚后跟和脚掌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脚后跟和脚掌这一部分的勾法呢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下边 脚后跟这个地方是短针的一个勾法 上面呢 是一个长针的一个勾法 好 我们来具体勾一下 第一串的勾法 我们先要给它勾上一针的辫子针 作为高度针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勾短针的 勾9针的短针 作为脚后跟的这个地方 我们从第16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因为刚才我们勾好了一针辫子针 那一针不算 我们从第16针针眼里面穿针 每次穿呢 我们就说穿在单层的线圈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这个针眼 穿在单层的线圈就可以了 我们开始勾短针 我们从第16针的针眼里面穿过去 把线带过来 这个时候呢 勾字上面是两个线圈 我们就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短针的一个勾法 接下来还是从前面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带过来 然后呢 把两个线圈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短针的一个勾法 如果呢 就是你对这个勾字的基本针法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呢 建议您去我们网站里面先去学习一下勾针的基本针法 那么我们再来学习勾这一款小鞋子呢 就比较的容易了 好 接下来我们接着勾下面的短针 我们已经勾好了两针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给它勾上9针的短针的 因为我们是总共起了16针 短针占9针 长针占7针 我们勾第三针短针 把线给它并在一起 好了 然后三针了 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不要把线拉得特别紧了 就是手法呢 尽量的给它松一点 然后呢 我们勾好第四针短针 然后穿针把线带过来 第五针短针 第六针短针 然后第七针短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边勾呢 一边要这样数一下 确定好这个针数 八针 好 再勾上一针 九针 好 勾好这九针短针以后呢 我们脚后跟这个地方就勾好了 剩下的这个针眼呢 我们就要给它勾成长针了 那么长针怎样来勾呢 又是一个新的针法 大家注意看一下 它和短针呢 不太一样了 长针呢 它肯定要比短针长的 嗯 我们先这样把线挽住 然后呢 针眼还是一样的 从前面针眼里面穿针 然后呢 把线带过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勾这上面是三个线圈 我们把线给它拉的均匀 拉成一样的高度以后 然后呢 我们把线再挽住 把前面两个线圈并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把后面两个线圈也再给它并起来 好 我们一针完整的长针就勾好了 就这样的一个勾法 为什么会出现三个线圈呢 因为我们脂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用钩针呢 先把线给它挽住了 所以呢 那我们再把线掏过来的时候呢 钩子上面会变成三个线圈 我们接下来勾第二针 把线挽住 穿针 把线带过来 变成三个线圈 并前两个 然后呢 再并后两个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 把剩下的这点针眼呢 都给它勾成长针 三针 四针 我们剩下了七个针眼的 我们先勾好六针长针 因为呢 我们在最后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需要给它转弯的 所以呢 那个地方我们是需要加针的 好 六针了 我们勾好六针长针了 好 接下来我们在第七个针眼里面 就是最后一个针眼里面 我们要在这一个针眼里面 给它同时的勾出六个长针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它就能够 因为我们是转着圈勾的 它就能够这样转过弯来了 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我们来勾一下 就是在最后这一个针眼里面 都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出六针长针来 我们来勾一下 一针长针 好 还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 大家看一下 这六针呢 出自在同一个针眼 这样的话呢 这个地方 它就出现一个小弯 它就转过来了 好 我们勾好这个地方以后呢 接下来就好勾了 我们就还是按照 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的 长针对应的地方呢 我们就还是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的勾出长针 短针对应的地方呢 还是给它对应的勾出短针来 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勾在小辫子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小辫子 它就是所有两侧 它都有这样一个单层的线圈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应的给它勾上 另外一半就可以了 我们来勾一下 接下来就是说 把这个长针对应的地方勾长针 六针长针对应的地方勾成长针 然后九针短针 对应的地方呢 勾成九针短针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圈的勾法 我们这个小鞋子就这样转圈勾出来的 大概就是勾三圈就可以了 三四圈 这个小鞋子呢勾法呢比较简单 只要姐妹们耐心一点 都能够勾好的 我们这个短针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对应的把我们刚才说错了 刚才呢就是说把长针勾好了 然后对应的再把短针给它勾好 因为呢一边要勾 然后呢一边还要录制这个视频 所以呢经常就是说说顺嘴 经常说错 但是呢姐妹们就是说要结合图形 结合这个视频一边看一边来听吧 如果有错的特别离谱的地方呢姐妹们 欢迎姐妹们再给我指正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当日下午也说出来以后呢 也不是能反应过来的 大家跟着我呢一直把这九针短针勾到最后 然后呢在最后一个针眼里面呢 也要给它勾上 一定要把它都勾好才可以 大家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第一圈就勾好了 然后呢就是说下窄上宽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第一圈每勾好一圈呢 我们都要连接一下 我们从最开始的这一针奇力针的这个地方 最开始这一针奇力针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我们穿双层的给它这样穿过来 穿过来 然后呢把线 就是最开始的这第一针的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用线把线带过来 然后呢把这个带过来这个线呢 直接再带过第二个线圈 我们给它这样连接一下 这样第一圈才算是完整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第二圈 大家看一下第二圈的勾法 好那么我们第二行的第二圈的勾法呢 针法呢就又不一样了 第二圈呢我们主要是一个中长针的勾法 大家看一下中长针的高度针呢 我们就勾两针的辫子针 好勾好了两针辫子针以后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勾中长针了 大家注意一下中长针的勾法 中长针呢就是说比短针要长 比长针要短 我们这次穿针呢就要穿在双层的 大家看一下 每次针眼呢就要穿在双层的这个小辫子就可以了 每次都是穿在双层的小辫子针 这个针眼的地方呢不需要再穿单层的 要穿双层的了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的中长针 我们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呢 给它勾上一针中长针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线还是 把线用勾针呢给它挽住 它前面这一部分呢和我们勾长针的方法是一样的 把线挽住 从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带过来 好这个时候呢勾针上面也是有三个线圈 直到这呢我们这个和长针的勾法都是一样的 后面就发生变化了 我们就不需要单独再并针了 就直接把这三个线圈都给它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中长针的勾法 长针呢我们就需要先并前两个再并后两个 我们中长针呢直接就把这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好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一针中长针就勾好了 大家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中长针的勾法 也是从前面针眼里面穿针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勾法 嗯我们先把线挽住 从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带过来 直接就把这三个线圈给它并在一起 这样一来呢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每一个针眼里面都给它对应的勾上一针 中长针一直勾到脚掌那一部分 那么我们第二圈也是需要加针的 一会儿勾到我们加针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再给姐再给姐妹们具体说一下 呃在哪里加针如何加针 一直向前勾 前面这一部分的没有变化 都是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的勾出一针中长针来就行 一直勾到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呃 一共是说是七个长针的 就这六个长针出自同一个针眼 呃算是第七个长针 就是说我们六个长针出自同一个针眼 我们就是说从下面数呃 从下面数第六个长针的地方 六好 从第六个长针的这个地方 对应的这个针眼里面 我们给它勾上两针的呃中长针 就是在这个一个针眼里面 我们要给它加上一针 在第六个针眼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它勾上两针的中长针 呃如果姐妹们怕呃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嗯 勾错的话呢 我再给姐妹们再重复一下 我们来数一下 这是第一个第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好这是第六个长针 上面对应的这个针眼里面呢 我们给它勾出两个中长针来就可以了 其实也就是我们这六个长针 紧挨的呃这一个长针对应的这个针眼 就是从第七个针眼上面 如果是九针的话呢 你就是从第八针上面就可以了 非常有规律的 就是就是这个六个长针呃 紧挨的下面这一个针眼呃 开始就可以了 就这样的一个规律 从这儿 紧挨的这个针眼里面开始加针 就是在这一个针眼里面 我们同时给它勾出两个中长针来 一个中长针 然后呢我们还在这针眼里面再穿一次针 再勾出一针中长针 这样的话呢就是勾出了两针 就等于是加了一针 接下来呢我们再加针 我们这个地方的加针规律就是说 我们加一针 隔一针 加一针隔一针 所以呢我们加好一针了 我们就需要中间隔开一针 隔开一针 隔开一针 隔开的这一针呢就是还是呃 一个针眼里面勾一针就行了 我们把这一针给它勾好 好 然后呢接下来再从前面这个针眼里面 再加上 再加针 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是说 隔开一针 加一针 隔开一针 加一针 这个地方总共加针 加五次针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加针 好了 然后再隔开一针 好接下来第三次加针 好接下来隔开一针 好我们再接下来呢我们再这个加第四次 加针的规律呢它都是非常有规则的 好再隔开一针 我们再加一针 第五次加针 好这样的话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五次加针呢这个地方就加好了 我们这个脚掌这一部分斜头这一部分它就转过来了 它这个地方也非常明显的就是两个两针呢出的同一个 一个针眼就是你可以呢呃用一眼看一下数一下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对应的地方就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的勾出一针中长针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次的勾法 那么我们脚掌这一部分加针了 接下来我们一会儿勾到脚后跟那个地方 最后一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加针的 因为我们脚掌宽我们就需要给它多加针 脚后跟那个地方它虽然呃比脚掌要窄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加针的 如果不加针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就越来越窄 所以我们也要适当的加针 只不过就是加的针数呢要少一点 我们一直勾到最后一针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在最后一个针眼里面 大家看一下在最后一个针眼里面要同时的给它勾出呃四个长针来 四个中长针来 大家跟着我呢先把前面这个地方都给它勾好 一直呢给它勾到最后的这一个针眼这儿停下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脚后跟这个地方呢要给它加针 加呃在这一个针眼里面给它加出四个中长针来 往线 然后呢从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一针东长针 然后呢再勾第二针 好第三针 好再勾一个 第四针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也就转过来了 它也就是适当的加针变圆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它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从哪里连接呢 我们就从那两针奇力针和第一针中长针中间的那个地方穿过去 就是两针奇力针和中长针中间的地方穿过去 然后呢把线带过来 把这个线圈直接带过后面这个线圈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第二圈就完整的勾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圈的勾法呢和我们第二圈的勾法呢 针法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个中长针的一个勾法 我们来勾一下 那么我们第三圈同样也是需要加针的 我们先把前面这个地方给它勾好 中长针呢我们还是先勾两针的辫子针 好接下来就是说按照前面这个部分呢 就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给它勾上一针的中长针 给它一直勾过去 夹针的地方永远都是在脚掌和脚后跟的那个地方 大家跟着我呢先把前面这一部分给它勾好 前面这一部分呢都是中长针的勾法 我就快速的把它勾过去 一直勾到脚掌那个部分 我们夹针的地方呢我给大家来说一下 先把前面给它勾好 大家看一下 嗯这儿呢这儿是我们第一次加针的地方 就这两针出自同一个针眼这是第二次加针的地方 我们从第二次加针的这个地方开始加针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前面第一次加针的这两针呢给它勾起来 对应的给它勾起来 好然后呢这是我们第二次加针的地方 我们就从第二次加针的这个地方 这个第一针对应的这个针眼这儿开始加针就行了 就是说呃第一针这个地方对应的针眼给它数出八针来 从后面数出八针来总共是八针 然后呢每一个针眼里面都给它加上一针 变成16针就可以了 就是每一个针眼里面都给它勾上两针 八个针眼变成16针 我们来勾一下 就是说从我们第二次呃第二圈第二次加针的那个地方 第一个针眼呢开始加针 从后数八个针眼 每一个针眼里面同时勾出两针长针来 两针中长针来 就是让这个地方的八针呢变成16针就可以了 总共加八次针 我们给它勾一下 都是两针出自同一个针眼 我们可以数一下的 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它加上一次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脚掌这一部分夹针就勾好了 接下来后面的部分就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的 给它勾出一针中长针来 一直勾到脚后跟那个地方 脚后跟那个地方呢我们也是需要给它这个夹针的 脚后跟那个地方夹针呢比较容易 大家跟着我呢先把前面这个地方给它勾好 一直勾到就是我们第二圈这个地方是加了四针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是加了四针 我们把这四针给它变成八针就可以了 也就是每一个线每一个针眼里面给它同时勾出两针来就可以了 让它这个地方四针变成八针 我们来给它勾一下 这个地方比较简单的 四针变成八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两针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第三圈就勾好了 就这样的一个夹针方法和勾法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两针 好勾好以后呢我们每一圈勾好以后都要给它连接一下的 每一次连接都是在这个奇力针这个地方 和这个中长针中间的这个地方穿过去 然后呢把线给它直接带过来 这一针叫做引拔针给它连接好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第三圈就勾好了 小鞋底的形状也就完全的出来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再勾上第四圈 第四圈我们就不需要加针了 直接我们就给它勾上一圈的短针就可以了 一整圈的短针 这个短针的勾法呢之前我也有教过的 就是在最开始第一圈的时候呢 我们就教过的 勾一针的辫子针就可以了 然后呢从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给它对应着勾上一针短针就行了 一直勾到我们最后这个地方 然后呢再给它连接一下 那么我们来勾一下 然后呢穿针把线带过来并针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勾法叫做短针 大家跟着我呢把这一整圈的短针给它勾好 勾好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具体学习一下 下面斜帮的那个地方的勾法 我们这个鞋底呢就算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么你按照相同的方法呢 把另外一个鞋底呢也给它勾出来就可以了 起针数什么的都要一样的 好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第四圈 这一整圈的短针呢 我们就给它勾过来了 我们一直给它勾到最后这个地方 每一个针眼里面给它勾上一针短针 然后呢勾好以后呢就是说我们要从最开始的地方给它连接一下 给它连接一下 给它直接带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线剪断了 那么我们这个小鞋底呢就完成了 我们把这线尾呢给它处理一下 我们从前面 从前面这个变磁针这个地方穿过来 然后把线给它勾过来 然后呢我们再从后面 后面出现的这个地方 从后面就这条这条线出来的这个地方 调单层的 给它穿过勾针 把线再给带过来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 它就是说就顺程下来了 都是一个小辫子针的 双层辫子针的一个勾法了 好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鞋底呢 就彻底就完成了 我们再把这个线尾呢给它锁一下针 不然的话容易脱落的 我们在这个内侧给它这样 把线勾过来 然后呢勾过这个线圈 给它锁一下针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线尾给它藏在里面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就是说 你再按照相同的勾法呢 再把另外一个小鞋底呢 给它勾出来就可以了 起针数和圈数勾法都是一样的 好那么我们这个小鞋底就算勾完了 勾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勾一下我们的小鞋的鞋帮这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 就白色线这一部分连同这个鞋带子 鞋帮这一部分是比较好勾的 比较难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第一圈 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一圈穿针的地方 它是在第三行和第四行中间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挑针挑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在 呃就是说我们每次呢穿针这样穿 这样大家看一下 这样穿过去 给它这样挑就可以了 就是说把第三行和第三圈和第四圈中间那条杠给它挑起来 我们来正式教大家挑一下 我们找出中心针 用勾着这样比一下 从脚后跟这个地方找出中心针 这是中心针的那一针 然后呢我们从中心针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地方穿针 从内侧穿到外侧来 这样穿过来 好穿过来以后 然后呢我们再从前面这个针眼里面 从前面这个针眼里面再给它穿出去 这样的看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把那一个横杠给它挑起来了 大家再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把这横杠给它这样挑起来就可以了 每次都是挑这样一个横杠就行了 挑这个横杠 具体做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从 呃里面这样穿过来 穿到前面来 然后呢再从前面这个针眼 穿过来以后呢 我们再从前面这个针眼给它穿出去 就可以了 其实也就是挑这个横杠 好我们来具体给它勾一下 我们把白色线给它带入 我们这一圈都是短针的一个勾法 我们先勾好一针辫子针 好勾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针了 我们就是说从后面 往前面这样穿过来 然后再从前面针眼里面穿回去 把线这样横着都带过来 然后呢是短针的一个勾法 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教大家勾一下 从前面针眼里面这样穿过来 然后呢再从前面那个针眼穿过去 横着把这个横杠挑起来 把线都给它这样带过来 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短针的一个勾法 然后呢大家再看一下 从前面这个针眼里面穿过来 再从前面穿过去 把线带过来 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勾一针短针就可以了 就这样的一个方法 穿过来 穿过去 把线带过来 并起来 就行了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勾这样一整圈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地方一直勾 一直勾 一直勾 挑针 就是挑到最开始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姐妹们跟着我呢 用这个方法呢 用短针的方法 把这个鞋底这一部分呢 第一圈 斜帮这个第一圈呢 给它勾好 穿过来 从前面穿过去 把线带过来 然后呢我们勾短针 就可以了 穿过来 穿过来 然后呢 穿过去 如果熟练的话呢 就直接挑那横杠 就可以了 勾短针 好姐妹们跟着我呢 用这个方法 把这一整圈都给它勾好 好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一直转着圈的 嗯 把第一圈 给它勾到最后的 这个地方 最后一针呢 我们也给它勾好 把线拉过来 然后 勾好一针短针 然后呢 勾好最后一针以后呢 我们要在第一针的这个地方 给它连接一下 我们穿过这个双层的变子针 然后把线带过来 然后把这个线圈呢 直接带到后面这个线圈里面去 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第一圈就连接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第一圈 就是这一整圈的短针 大家看一下 就给大家勾好了 就这样的一圈 白色线勾好了 好那么我们这一圈 勾好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穿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穿这个双层的 这个辫子针针眼就可以了 我们第二圈就是一整圈的长针 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先勾三段的辫子针 作为高度针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以后我们穿针呢 就是沿着这个白色线这个边 每次都穿这双层的 这辫子针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给它穿过去 挽住线穿过去 把线勾过来 然后呢 并针 再并针就可以了 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勾长针 那么这个长针的勾法呢 之前也给姐妹们说过的 我们就这样转着圈的 从这个地方一直勾到最后 就行了 勾一整圈的长针 不需要这个加针 也不需要减针 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一针长针 勾这样的一整圈就行了 姐妹妹跟着我呢 把第二圈的长针给它勾好 第三圈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教大家减针 我们斜面这个部分呢 需要减一点针数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个 这一行的长针 给它勾好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的勾出一针来就行了 把这线尾呢 直接给它勾在里面就可以了 跟着一张针 再装一张针 臼可以 我看来 我看来 不毛衣 我看来 你多久 我看来 你更好 你多久 我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